不需要悠悠爱下香 你都下香是你过来 我都替你老坊 你都下香 2013年的时候 我们是从老村帮到新房子 我们在新房子里面开了一个小店 然后我老公是做装修的 我们两个人现在一年的收入都有一十几万 现在已经大大的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条件 当时是因为我们村里那个住房比较困难 所以说是 这里面就有一个政策出来说是住房困难 或是下香脱贫的那种 比如环境这一块的话 现在是有很大的变化了 以前河里 到处都有那些垃圾 大家丢放起来 现在的话都 每个人都比较自觉都有规定的垃圾桶 都有分类的垃圾桶 还有一个经济方面的话 我们就是靠山上的茶叶 还有香菇 这些还有我们的自己的工艺品 比如彩带啊这些收入 一年还是挺可观的 这几年呢在党的政策领导下 解决了我们村住房困难问题 现在呢已经有85%以上的农民建起了新房子 在基础设施方面呢也得到了全部的完善 大大的改善了村民的人居居住环境 40%的村民啊已经领到了城乡养老保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